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圣词表2 第一个是婚約する这个单词是订婚婚约 这个词大家注意啊 它有名字词形也有动词词形 恋人と婚約した就是跟恋人订婚了 浮気を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ので 婚約を解消した 说我知道对方怎么样建议四千了 有这个外星了 所以怎么样解除了婚约 婚約結婚の婚約束の役 好接下来这个动词是進める 虽然没写单词汉字 其实单词汉字可以写成劝告的劝 我们在15课也学过它的名词形式 進め 是劝告和推荐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个例句 買う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が しきりに進められたので 高い服を買ってしまった 我并没有打算去买 但是被しきり什么 频繁不断的推荐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非常贵的意思 预服买完之后 有一种不可挽回 非常后悔的心情 てしまった 好接下来这个单词是うる 来自于英语 是羊毛羊毛制品 りくさっぷには甘くだけでなく うるのせいと入れてあります だけでなく 我们说是不止不止 是我们的 它是双肩背包里吧 不只有语句 还有什么羊毛的毛衣 放着羊毛羊毛衣 うるコート就是羊毛大衣 接下来是てさわり て是手 さわる是触摸 さわり是他名字形式 在这里是濁化了 符合到一起 てさわり是手感 てさわりがんざらざらしている 手感觉得非常粗糙 接下来是stolabu 这个单词是手机配袋 吊袋布袋的意思 这个我们说过 跟keyhouda一样 手机链 这个钥匙链一样 经常是日本人送什么 おみやがい的时候的 礼物的一个首选 因为它比较 生活用比较常用 又价值又不是特别 不会给别人造成负担 接下来这单词是hayas 是流 是什么什么生长 但大家要注意 这个词是流 比如说流头发 就不可以用这个词 那么是什么生长 也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 它一般情况是指 胡须和草等等 比如说 若いのにひけをはやしている 它虽然很年轻 但却留着胡子 也可以说 庭に雑をはやさ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 就是你要怎么样 努力做到不让你的院子里 长一些杂草 所以大家要注意 它前面带的冰雨 是有限的 接下来是ミダレル 是一个重点的字动词 是乱不平静 君般がミダレル 就是顺序乱了 这个单词 我们曾经在 10年12月分二考试当中 考过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例句 考的是它的汉字 大家很容易知道 在这里选择的 应该是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读的是什么 破れる 第三个是アレル 第四个是アパレル 最近忙啊 所以生活的节奏怎么样 打乱了 好 リズムがミダレル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下一个单词 是公式 这个词首先是指啊 是有我们数学公式的 这意思啊 这个单词还是 比意思比较好理解的 但它另外一个是正式的 比如说 公式の法文 就是正式的访问 以及这个词表 愿意用在后面 加上一个に 根据我们17个 所学过的知识 它可以构成副词词性 比如说 まだ公式に 発表されていない 还没有作为 做正式的发表啊 也就是作为数学公式 或者正式的含义 好 接下来是む論 刚才我在语法的过程 当中提到过 它是もちろん的正式说法啊 当然不用说 おっとはむ論 こどももさん せしてくれた 我丈夫就不用说 连孩子都赞成我 在这里 大家做一个辨析和比较 就是む論 跟我们之前学的むしろ むしろ是什么意思啊 跟より或toyou より相互应 是语气说不辱 说宁愿物应的意思 而む論是跟もちろん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lone 是当然不用说 这两个词不要混淆了 接下来这单词是you know you know是有能 是大家注意汉字啊 其实就是它的意思是 能干的意思 有才干的意思啊 心二字形 彼女は仕事 のできる とても有能 就像是仕事ができる 在后面跟了一个斗点 證明它是隔着这几个单词 来修饰秘书的 它是一个怎么样 能够工作 而且是很有才干 很有才干 这样一个秘书 好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什么 警告する 是警告的意思 这个词 有名词词形 也有他动词词形 比如说医生警告 我说我太胖了 也可以说 けここなしにこげげする 就是没有任何的通知和警告 就开始攻击 没有任何的预知 接下来是kanzo 这个单词是肝脏 一定要注意脏子 在汉语当中的写法 尤其是那边部分 那个藏那部分 都是把肩膀丢掉了 kanzo kan 就是肝癌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做过几个变析的词 就是说 大家曾经学过的是 心招是心脏 心招是肾脏 而kanzo是肝脏 好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 sujitsu 刚才其实在讲街头词 是我们提到过 sujitsu 对应的是 是2到6之间 sujitsu 就是2到6天 sujitsu 就是几天的 这样的一个促销 甩卖 好 下面是kata kata 是各位诸位 大家知道kata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人的尊他敬意 kata 各位诸位 也是一个非常礼貌的说法 用于一些大场合的发言 对对方表示敬意 比如说 fan no kata kata に感謝します 那么非常感谢 粉丝的诸位 好 接下来是 tei hai 这单词是筹备 安排和布置 那么大家注意 te是跟手相关的 对吧 hai hai ji 配置 这个词 我们来 tai hai 除了有名词词性之外 也有他动词用法 下面这个例句呢 就把这两个词性啊 都包含在里面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渡达さんは 会場のtei hai の方を お願いします 那么就是说 渡达啊 拜托你来进行 这个会场的安排 tei hai できたら それを みうらさんに 带いて 安内就 完成させてください 说 这个 如果你安排好 代表 tei hai できたら できる 其实是する的 可能形式 那么请你把 那个 告诉三浦 让他去 完成这个 让我们 能够做完什么 这个 通知书 也就是说 可能这个 邀请函通知上 会有一些 会场的地址 以及详细的情况 所以这个 必须在会场 安排好之后 才能来完成的 好 在这里 前面用的是 名字词性 后面用的是 他动词词性啊 接下来是 けきん 这个单词是 缺席啊 这个词的压力 它既有名字词性 也有自动词词性 比如说 けきんが多スキル 就是缺席过多 以及 無段で けきんしたら 会社をやめてもらう 如果你是怎么样 擅自的缺席 就将请你怎么样 这个 你从公司离开 请你辞职 好 对应的单词 反义词应该是什么 しゅきん 或者しゅきんする 接下来这个单词 是やるき やる我们说是 做搞干的意思 やるき 就是干劲 我们来看看 その目標を達成した 何人か もらえることが 分かっていれば さらにやるきが 出る 如果我们能够 知道什么 这个达成 那个目標之后 将会得到什么 可能更有干劲 这就是说 在什么时候 会敢产生干劲 会给你举出 那么集中场合 这是其中之一 但我们大家知道 说我们一旦 达到这个成果 会有什么样的 好处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的时候 就会产生出干劲 好 接下来 下一单词是 トレーニングする 这个单词 大家注意 它有名词词性 有サビン 动词词性 比如说 我们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強い敵を破るためには 毎日のトレーニングが大切 为了怎么样 这个能够 这个击败 强劲的对手 每天的练习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用它名词词性 当它当动词性用法的时候 它的进一词 其实有我们前面所学的 コンネスル 就是训练 如果这是个外来语 进行大脑的训练 练习 接下来是 センザイ 这单词是 许地记 大家注意 セン定是 许地定是 再注意 汉字写法 跟汉语不一样 它可以指 我们的 洗涤定 也可以各种 洗衣服的 这个事迹 带得过 センザイ 其实是什么 关于厨房的 洗涤机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 去屋的一些东西 接下来是 Kanwa 这个单词是 缓和 它有名字 是用 撒变动词 是用 他动词 Kinjo-shita Fu-i-kyo Kanwa-su 缓和非常紧张的 气氛 以及 Giu-tai-no-kanwa 就是我们可能 用一些线形 来缓和 什么 缓解 堵车 好 到这为止 生数表2 就说完了